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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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种情况无论是对于年轻人或者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来说呢 您可能经常会遇到 那真要是这种情况发生 咱们应该主要留心哪呢 今天呢也给大家请到了一位专家 掌声欢迎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朝阳医院的田医教授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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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看了大家这种回答 我觉得大家对这个心脏是特别特别的关注 那么我呢 我觉得大家也不一定这么简单 就看一下这个大屏幕 比如说我们大屏幕上这里有 这是一个胸腔 有心脏 肺脏 还有气管 还有食管 都在这个里面产生着 那么可能任何一个部位出现的问题 都可能产生胸问的症状 主要是集中在这一片是吗 对的 是的 任何一个器官发生问题 我们都会觉得憋得慌 上不来气 是的 是的 那这问题就很多了 不单单是心脏的毛病啊 还有像肺 气管 甚至有的时候食道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这可能是大家没有想到的 所以刚才问到李明 李明一下就反应不过了 这到底哪儿出毛病 这么多的地儿出毛病 都有可能会引起来我们憋气 那种感觉出现 那我觉得可能在这当中 最要命的一个事 还是心脏发生问题 大家都非常关注心脏 那待会请您慢慢给我们介绍 关于心脏和憋气之间的关系 好 请您先落座 那您可能会说了 我现在生活当中啊 就经常会出现这种憋气的感觉 那到底是不是和心脏病有关系呢 我们看看在下面的哪一种情况当中 您要是有这种憋气的反应 恐怕就是心脏病了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问题 哪一种状况下的胸闷啊 可能跟心脏是有关系的 来对应一下您的反应啊 是爬楼的时候 天闷热的时候 还是雾霾的时候呢 看看大家的意见如何 我觉得天温热吧 你听那天闷热 多闷的 是不是 压得喘不过气来 气压是低了 比较低的 对 气压低的时候就喘上气了 我觉得就是闷热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 A吧 爬楼的时候 就我来说嘛 然后就爬楼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走得比较急嘛 然后心跳就会快 咚咚咚咚咚咚咚 再一个就是老年人嘛 可能就是身体性能 距离运动啊 对不对 它都退化之后 就不如从前了嘛 可能就会牵扯到这方面 那我们来看看 大家的选择如何啊 看一下 大多数的观众啊 感觉这天闷热的时候啊 咱们多少会有 这种憋气的反应 那这是不是跟心脏有关呢 对应一下啊 当您在 我们看爬楼的时候 如果要是憋气 那这可能才和心脏 是有关系的 你看从这个选项上 发现了啊 可能很多观众 还没有意识到 这中间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关系 为什么非得是爬楼 是不是胸闷 才跟心脏有关呢 实际上 这个很让我意外 这个结果 可能是真理掌握在 少数人的手里 或者很多人不清楚 这中间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关系 是的 是的 因为这样呢 我们大家想想 我们现场的观众 大家不可能 都有心脏病 但是可能每个人 之所以选这个答案 是因为它经常在 天闷热时和雾霾的时候 会有胸闷 那么就凭这一点的话 我们也会觉得 不会人人都有心脏病 至于在爬楼的时候呢 是这个样子的 请看一看 屏幕这个动画 那么大家看呢 这是一个心脏 前面这个红的呢 这是它的心脏的血管 人正常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脏 就靠这些血管来供血 血流在里面走 当这个血管 出现了狭窄的时候 那么这个供血呢 就会逐渐地减慢 当它非常严重地狭窄 甚至避塞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 这个局部的心脏 它没有了供血 通常呢 有些人啊 它在正常的情况下 它的血管有些狭窄 但是还没有达到一个 非常严重的程度 那么它在安静的状态下 它是能够带肠性的 就是我们平时躺着 坐着 甚至轻轻地走路 都没问题 但是呢 一到有爬楼的时候 这时候身体的耗氧量 是增加的 而且呢 这个狭窄的血管 它通过的血 就不够满足 它身体的需要了 那么这时候 就会产生那种 胸闷的症状了 这种例子呢 其实非常多 我记得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 那时候在东北 我们那时候 还习惯于储存 大白菜冬天 那么呢 我们的一个病人啊 他就冬天 爬上五楼 每天买了几百 几大白菜 一颗一颗的 往楼上搬 不然能够 这种觉得 就是这个特别凶闷 特别难受 他还好 有这种意识 就到医院里 看了一下 就发现呢 自己是个冠心病 故障肚脉 出现了问题 也就是说 这冠心病 好像和劳累 关系也是很大的 有关系 也能够累出来 这个冠心病 是的 那您看之前啊 我们做了一个 相关的调查 其实跟冠心病 有关系的 各种各样的原因 是非常多的 那在今天呢 为了让大家 有一个形象 感官的记忆啊 也做了一个 非常特殊的 模型道具 咱们先把这个 大道具啊 搬上台来 咱们来看看 这个大道具上啊 大家注意到了吗 底下可不是别的啊 是最可怕的 地雷 只要是轻轻一踩 轰一下就爆炸了 其实说明什么呢 可能啊 生活当中 咱们忽略掉 一些危险因素 或者是一些 特殊的反应 实际上指向的 都是我们大心脏啊 出现了一些问题 连续 来来来 今天交给你一个 玩命的任务 让你来踩雷 好 来 刚才咱们提到了啊 可能 我们有可能忽略掉的 就是劳累 有可能会 跟冠心病相关 那看看这第一颗雷 我踩了 第一颗雷啊 同学们 小心啊 三二一 多远点 同学们 我要踩了 这就是累的 没事都对 你现在搞清楚 累和冠心病之间 是什么关系了吗 我明白了 他一累了 就那个冠心病了 耗氧量大 我们身体的这个血液 跟不上的话 心脏就会出现 反应全身的症状 都出现了 那接下来连续 看看 下一刻 还得您来踩啊 小心 我踩 我啊 又得我踩 中午我吃了两盒饭 你踩了 没吃了 哎呦 哎呦 天呐 这个符合您 这是谁出的主意 我这 这个跟您吃那两盒饭 有关系 真是啊 现世报道的 那你知道就称 和关心病之间 是什么关系吗 我顿顿都恨得称的 不是 这个不可能 是吧 你 我给你讲一讲 我坐不坐吗 我坐不坐 撑的这跟病 连续两踩了两颗雷 第二颗雷 第二颗雷 我也来一个 真的 稍等一下 上我自尊了已经 你要不解得清了 真是上我自尊了 这第二颗雷 有点连续难以接受 尤其是我们也确实 搞不懂啊 这为什么说吃撑了 那不是胃肠的反应吗 怎么有可能 还和心脏病有关系呢 我们年轻人 可能撑个一顿两顿的 倒没什么太多的感觉 但是很多老年人呢 他在有血管 冰变的时候 如果撑着的话 会有些症状 那么还是一样的 大家想一下 我们吃完饭之后 尤其吃了高纸的饮食 那么这个血液的粘质度 会增加的 血流速度会很慢 那这时候 本来就狭窄的血管 那么它有点左路慢 就像我们这个黄河 带着很多泥沙 它这个水流着流着 就会沉寂下来 就有一张血栓 那么另外呢 这个人一撑了之后呀 很多血液 它都报到胃肠道 这里来了 那么可能相对的心脏 其他地方呢 供血就比较少了 这是一方面 那么其实还有一些人 吃饭上之后呀 就说我这个胃好难受呀 很疼 很不舒服 这有时候呢 也是一个 其实是冠心病的 一个胸闷的表现的 另外一种形式 因为各种 胃部不适呀 或者这个地方 是当女孩的不适 都有可能是因为撑的 把冠心病的症状 给表现出来了 那我想看看 我们现场的观众 有没有就是吃饱了之后 尤其是这一顿 吃得特别撑 发现好像最近这个地方 就不太舒服了 有没有 有 还真有一位叔叔 来 78号的叔叔 说说您的一些经历 我这个就是 吃饭的时候不敢多吃 一旦吃多一点 胸口就发焖 气短 那你有没有之前 到医院过检查过呀 自己的心脏 到底有没有毛病 检查过 是有点毛病 什么毛病啊 就是冠心病嘛 其实这种例子呢 在生活中屡见不鲜 我经常在门诊 看到一个病人 比如说我的一个老病人 跟着我有了几年了 那么他的外孙女啊 从美国 那个妈妈妈妈 给带回来了 很高兴 老人家特别开心 整天抱着孩子 到处去游乐场呀 去科技馆呀 去动物园去玩 然后呢 带着孩子吃一些 我们现在都认为 是垃圾食品的 今天吃比较油腻的 麦当劳之类的 孩子很开心 老人又舍不得扔 孩子吃剩了 他就给吃了 那么这样 又累又撑的话 然后他就待不住了 后来呢 说我特别难受 田大夫怎么办 我就给他 就做了一个灌卖的检查 后来发现 他的血管病变得 比以前有些加重 当然这个加重 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可是他这个 又累又撑的话 使他症状加重了 也就是第二颗雷 就是撑的 当在这种状况下 我们的心脏病 也很容易被诱发出来 是的 也应该及时地警惕 经常吃撑的这个毛病了 刚才呢 李明已经迫不及待了 想上来踩第三颗雷 没见过撑先空白 想上来踩雷的 对 咱们看看 泪和撑都有可能会引起来 第三颗雷是什么呢 我们看看对应的是 还有 气的 气得心口疼 那也会有这种憋气的感觉吗 有时候会有 但是不多 但是我觉得我还年轻 但是我觉得有的 跟上年纪的 有关系 年纪大一些的 可能就会有这种 一生气 然后就是胸闷这种 这个心脏似乎是太脆弱了吧 怎么着都不行 这气的也有可能 会气出心脏病来 是的 心脏清小剂这种 就确实很脆弱 但是它是在一个 病变的血管的基础上 如果心脏没有病的话呢 像李明呢 你气了 闷了 难受了 疼了 也不会有危险 因为血管是好的 那么在这个比较 就是我们说脆弱的心脏基础上 它这个 一生气 就会这个 我们叫做神经 胶管神经兴奋 一心脏引起的就是 这个血管收缩 全身紧张 整个发生好多的激素 的这种变化 那么就是血管 发生了一个痉弯 那一狭窄的血管 一痉弯的话 就像这个河道 本来很窄 一下就变得更窄了 那么就 心脏的供血就很少了 就产生各种 凶门的症状 也就是生气的时候 那个血管收缩严重 我们心脏病就出现了 对的 另外就生第四颗雷了 连续 怎么着 您那大体质上来 再帮我们踩一讲 这个我是想 我主要想问观众朋友们 怎么看的 你知道吧 您是不敢跟踩了是吗 我是真有点含糊了 那咱们就在连续踩之前 大家来猜一猜 这第四颗雷 它背后又是什么样的危险因素 太高兴了吧 乐的 美的 美的 乐的乐的 我说就是着急急的 急的 惊吓 吓的 的确 这些好像都和我们的情绪紧张 是有关系的 连续 怎么着 您老人来一脚 还有人说烫的 不知道你们什么心态 离人点儿 五周耳朵第四颗雷刚响了 对对对 无限级提示您健康之路精彩继续 地雷布阵台上放 柯柯正喊你心脏 突发凶猛莫慌张 小品掩饰帮你忙 权威专家深入检出 揪出凶猛的嘴唧祸首 关心病 敬请关注 这些无限级提示 家和您播出的 健康之路节目 我就耳朵第四颗 来让响了啊 这这算命啊 动的 动的 又这个是大家没想到的 这个跟我没关系 他们女同志才爱动的 你知道吧 你得给他们说说这个 不是您那夏天啊 经常有人吧 就乐意光着膀子 不穿上衣 那也有可能会动的 那冬天的女同志 穿个小裙的 不有的是吗 但那你确实没有想到 我们都觉得好像 跟情势的关系比较密切 或者跟什么饮食的关系 比较密切 这动怎么也会 动出心脏病来呢 实际上呢 大家刚才说的 有一些也对 比如说气的 急的 吓的 和我们的动的呢 都是一样 都是我们这个 全身的交感神经兴奋 导致血管痙磷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这个 还有血管不痙磷的情况下 即便在天冷 大家知道热胀冷碩嘛 虽然呢 不是说特别恰当的例子 那血管却是在冬天 它会有些收缩 有个减少散热的一个过程 那么夏天会血管烫开 散热带凉快 会出功能 那么一个狭窄的血管 在收缩的话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那我的病人啊 非常明显有个病人 特别矛盾 他说我一天冷 我就胸闷了难受 我总想开窗和透气 我越透气 我越冷 我越难受 这就形成一个 恶性循环了 所以动的 也能动出胸闷的症状 所以呢 生活当中 您应该格外的警惕啊 尽量别出现 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因素 但有的观众啊 说到这儿 可能还不太清楚呢 说我们经常会说 憋气啊 胸闷啊 这到底是一种 什么样的感受啊 病人有没有 跟你描述的特别清楚的 各种不同的描述 有的人说 我闷 我说你怎么闷呢 总之我就是闷 对 有的人说 哎呀 我觉得像 就像有气 深深的吸口气 还有的人说 我这胸口腔 压了一块大石头 还有的人说 我闷 但是我还觉得 这块比较疼 所以各种不同的症状 都会因为产生 因为这个心脏的缺血产生 那咱恐怕啊 再仔细地来了解一下 当您啊 出现什么样反应的时候 尤其当您心脏 哎 这个集中的地区 有什么样 特别不一样的反应的时候 恐怕真的意味着 您踩响了这个地雷 咱们心脏出现问题了呢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 刚才我们提到了 除了闷之外 还有疼痛的反应 那哪一种痛是观心病的特点呢 您看看您有没有 出现过类似这样的感觉 是刺痛 就是扎着那种痛 还是吸气的时候会痛 还是有这种压榨痛 到底是哪一种呢 您是否清楚 我们来看看大家 能否选择清楚 看一下选择 一半的观众觉得有可能是刺痛 其实刺痛那个感觉 是非常强烈的 就像拿一把针 扎扎扎扎扎那种痛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 您心脏出现了问题呢 咱们对应一下啊 观心病的痛啊 它是一种 什么痛呢 压榨痛 压榨痛 我们医学上叫压榨性疼痛 但病人会说 就像我刚才说 有个大石头压在我的身上 我想给它顶起来 就是顶不起来 实际性地压着 特别地沉重 但是您让大家提个想 最多的是刺痛 我想可能更多的观众 它发生过刺痛 但是如果是你这个疼痛 就蹭了一下子 疼了一下就好了 百分之百不是观心病的疼痛 还有这个吸气 然后一一 疼可能跟胸膜呀 或者其他地方有关也不是 还有呢 就假如你这个疼 就在这一点 但是我就铜钱 这么大一点的疼痛 那么也一定不是 这种压榨性的疼痛 它是基本上 有时候横贯整个胸口 就像一个石头压在上面 喘气不喘气 都是一个样子的 如果说这个疼痛呢 刚才说和吸气有关 要是或者你觉得疼 你压一下 哎呦不敢碰 这样的话呢 一定是一个外伤 要么是胸阔 要么是筋膜 也不是心脏一切的痛 那我再先问问大家了 生活当中 您有没有出现过 胸部有压榨痛的感觉 有吗 我这种现象经常有 忽然这个 就觉得这个 左胸口这个地方 有东西压得那么难受 那您有没有去院看过呀 我本身就关心病了 特别是在劳累的时候啊 休息不好啊 生气啊 或者有时候 情绪紧张的时候 这种现象经常发生 其实作为我们每个人来说 就当您出现这种压榨痛的时候 身体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地方 也出现了相关的反应 咱们让何嘉博士帮您来说一说好吗 好 咱们看看还有哪些反应啊 也直接指向着关心病 好的 小鸡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有哪些疼痛啊 可能是和关心病有关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刚才专家已经为我们提到的 可能有这个左侧胸前驱的 这种疼痛 它和心脏的这个位置啊 隔得比较近 那么另外呢 还有一些病人 除了在这个左侧的胸部痛之外啊 他有可能会向这个左侧的颈部 这里去放射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 再贴上 有颈部的痛 那么这两个部位的疼痛呢 大家可能看起来还比较典型 因为它毕竟啊 离这个心脏比较近 但是有一些症状呢 就比较隐匿了 比如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下一幅 这个大家看到啊 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牙痛 那么这种牙痛呢 它和这个关心病是有关的 所以我们还给它一个名词 叫做心圆性的牙痛 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病人啊经常会描述 觉得有的时候是这颗牙痛 一会儿呢变成那颗牙痛 有的时候是上面的牙 有的时候是下面的牙 甚至啊 有的时候这个病人感觉是 整个这个腮帮子 整个这个脸上 包括骨头到牙齿这一片都在痛 同时呢 他如果到医院检查 这个牙科医生可能检查了半天 也发现这个牙齿没有太大的问题啊 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就一定要小心 可能是由这个关心病引起的了 那么另外一种症状啊 它也是比较隐匿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还有一个症状呢 就是左上腹的这种疼痛 在这个上腹部偏左一些的位置 那么这种疼痛呢 往往会和一些胃病啊 难以区分 因为啊 它同时也有这个感觉很憋闷 同时呢 又有这个厌食啊 恶心啊 呕吐啊 这样的一些症状 那么如果是老年人啊 本身有这个心血管系统疾病的 那么出现了左上腹的疼痛的时候 哎 就要小心 是不是关心病发作了 那么千万不要跟普通的胃病混淆 刚才啊 我们提到了 可能有这个前心口的痛 有的时候病人呢 还会出现后背的这个疼痛 我们看到这一张图 那么典型的症状呢 是在这个后背 略微偏左 靠近肩部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我们说 左肩背部的这个疼痛 那么这种疼痛呢 往往啊 可能伴有一些抽搐的感觉 可能他会觉得这里啊 隔上一会儿啊 他就抽 抽着 连抽带痛 同时呢 又有一些 感觉这个肩膀啊 发酸 发重 抬不起手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典型的 左肩背部的疼痛 除了左肩背部 还有一些病人 可能会出现 左上臂的痛 在这里 那么他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感觉 刚开始呢 是这个胸口啊 有一点痛 这个胸痛的感觉 然后感觉啊 有这个神经牵扯的 就顺着这个左侧的肩膀 就到了这个左上臂 那么有一些 严重的病人啊 他也可能顺着这个上臂 往前臂 一直到这个手指 到这个小指和无名指 他甚至可能有这样的一种疼痛 同时呢 他可能还伴随着这个上臂 感觉无力啊 有一些酸泪啊 就是特别疲乏 特别劳累的这种感觉 那么他也有可能 和观性病有关 那现在我们看到啊 有这么多的症状 都是可能和观性病有关的 那可能有的观众朋友 就会问了 那一个小小的心脏 怎么会引起 这么大范围的这些疼痛呢 这是因为啊 我们知道啊 这个产生疼痛感觉的呢 是神经 而这个支配心脏的这个神经啊 它和这些啊 比如说牙痛啊 还有这个上腹部啊 还有左的 左侧的肩背部啊 支配这些区域的神经呢 他们在脊髓里面啊 他们处于同一个 比较小的一个区域里面的 所以呢 当这个心脏 发生问题的时候 就可能牵涉到这些部位 产生疼痛 因此呢 我们要提醒大家老年人 特别是有这个心血管系统疾病的人啊 出现这些部位疼痛的时候 要特别的留意 是不是关心病发作了 和记 其实要说的关心病啊 难以掌握 其实也是好掌握的 你看啊 有对应的 特别明确的一些疼痛的位置 同时呢 还有一些很明确的疼痛的时间 咱们也不妨来掌握一下啊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 您说这个关心病引起的胸闷啊 它一般会持续多久呢 就是您疼到多长时间 这有可能就是关心病了 是几分钟 几个小时 还是几天呢 看看大家是否清楚 应该是 十分钟吧 因为 因为这种病就是可能 就是几分钟的话 就时间比较短 疼完之后 这个患者可能不太在意 所以 对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是吧 他要时间老疼老疼 早早带不瞧着了 对 他就因为就几分钟一过性来 他就觉得没事了 对 他就不瞧着 结果就给耽误了 就成关心病了 来 让我们看看大家是否清楚 疼多长时间 有可能是关心病 一半的观众认为是 疼几分钟 或者是闷几分钟 这个就算是关心病了 那是不是这样呢 对应一下啊 您心脏不舒服 到底持续了多久 是持续了 我们看 几分钟嘛 如果是几分钟 就被人闷 还有可能就是关心病 他为什么不是很长一分时间 而是短短的几分钟呢 对 关心病的胸闷和疼痛呢 通常就是三五分钟就好了 我们看大屏幕 我们看 刚刚呢 我解释过这根血管 这是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 那么它在有狭窄的基础上 如果遇到了一些诱发的因素 比如说 那是那个撑着了 或者是累着了 在这个时候 它忽然血管就开始狭窄了 然后血就流通很慢 它又胸门 那当时我们如果走着 很累的时候 爬楼 我停下来休息了一会儿 它诱发它胸门的症状缓解了 那么这也就 这就症状 病人也就没有症状了 那么如果这个胸门持续到 一个小时 两小时 三小时 那就高度怀疑 是个心肌梗死发作了 而不是我们常见的心脚痛了 那其实啊 可能生活当中 平常我们不太在意 但真的有一天 这个危险到来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就会手忙脚乱的 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了 所以咱们看看 真的要是这个危险 发生在您的身边 您又会怎么样来做呢 咱们今天就请连续和李明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咱们就想象说 这事儿今天就在现场发生了 不行了 这时候咱们该怎么做 来 两位到台前来啊 好好好 你先这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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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 这 这 时间 快 快 快快快 这 这 太帅了 人家都能进了 太帅了 你看人家踢球 是 你看你 帅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难受 怎么了 这看球呢 怎么了 别别到我 我凶嘛 喝点啤酒吧 喝什么酒啊 我凶嘛 不行 你这别弄我 你这 起来干你是不是 不用我这躺会儿 你这看球好好呢 是是这一半场进四个了 瘦子俩子 哎呦 你们俩老婆 下半场还得进呢 哎呦 别进 哎呦 我这胸 哎呦 不想说话 哎呦 别跟我说话了 哎呦 哎呦 行 哎呦 好点了吗 不行 哎 怎么着 不 不 躺 躺得更憋的 我们就起来 我坐着 我得 坐坐坐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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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着好点了吧 哎呦 好点了吧 哎呦 不行 啊 你快躺住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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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喘不上气了 你知道吗 哎呦 看个球 就这样的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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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糊了 你给我弄点药汁 哎对对对 我给你找药去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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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快来来 快起来 快起来 慢点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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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药汁 快快快 慢点 别别别 别 别着急 别着急 啊 别着急 走走走 多喝点水 多喝点水 嗯 哎呦 哎呦 好点了吧 啊 啊 不行 怎么样 喘不上了气 憋得我 哎 要不我带你去看医生吧 看什么医生啊 这大晚上的 还上什么医院呢 哎呦 要不这 你上医院 我也 我也走不了道 我喘气都憋着 没事我背你啊 对 哎呦 我也背不动 哎呦 要不这 打120 打电话 让医生来家里 别别打 别打 电话 电话 别别打了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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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晚上还打什么药呢 这不 你这个 要是看医生啊 药不是都吃了吗 你啊 你别跟我说话了 你让我缓缓 啊 这要是夜里 忙香嘛 夜里要不行呢 咱俩就被医院 是吧 要是好了呢 就算了 但是这个 中国有句老话 嗯 这个偏方治大病 嗯 这个治兄们这事 我妈跟我说有偏方 嗯 你啊 再给我切 二斤酱牛肉去 嗯 你拉倒吧 还吃呢 我告诉你啊 你以后足球别看了 你看看你 这还得了以后 叮咚 带我来了 听说您家发生大事了 是吗 这球啊 太刺激了 您觉得吃完这 要舒坦点了吗 嗯 行 还憋的话吗 他吃完就心里都 都好吃 就不怎么憋了 是吧 对对对对 这事啊 我跟你说 真要是这么办的话 那可真出大事了 就是必须得吃上 酱牛肉就喊了 不是 还纠结这酱牛肉 咱们还是让田教授 跟你说一说 真要是按照刚才 这两口子这么处理的话 这假的这两口子 这么处理的话 是不是真出大事了 无限级提示您 健康之路 精彩继续 柳迪的发生原理 解释了哪种疾病 它和胸闷有什么关系 一口气吹灭几根蜡烛 又在检测什么呢 权威专家 从心肺两个方面 为胸闷找病根 敬请关注 这些无限级提示 加坤明播出的 健康之路节目 这么处理的话 是不是真出大事了 我估计这样处理 明天早上就没老公了 大家看 它这一系列的这种动作 有很多的 不恰当的地方 首先呢 胸闷的时候 躺在这里 是可以的 可是我看你 到处的折腾 坐起来躺下 坐起来躺下 它不舒服 但这种情况下 就相当于你 自己又累着了 重新自己找累去了 躺下躺下坐下 这样缺血会更加的明显 所以我们如果 发生了胸闷的时候 其实很难受 你坐在这里 尽量地保持静止 不躺着吗 你能躺下也行 没有什么体位 我记得有地方说 要躺下不能动 或者半握着 这个都没有什么 严格的要求 只要你坐在那里 安定的在那里 就可以了 减少好痒 做点刀气 感觉好点了吗 还是憋着 就是憋着 然后这个太太很好 知道拿药 帮人老公药 那么这个药 非常好的一个心脏病 冠心病的急救药 但是 消酸甘油 消酸甘油 对 消酸甘油 那么给您吃一片 喷下去了 没有 什么味 你刚才吃几片来着 我吃了 反正我就倒一把 倒一把 倒一把 那么这是物区之二 那消酸甘油很好 它拿来了是急救药 那么这个药呢 是来放在舌头底下 来含着 对 你吞下去了 所以现在还闷的吧 没有用 我 那就是拿水 这样吞下去 我知道含 所以刚才那病一犯 他就忘了 着急 对 他应该是他提醒我 你怎么 你应该自己了解清楚点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个 我们舌下这个粘膜呀 它吸收得很快 消酸甘油 是用来扩张 过状动脉的 那么很快就能吸收 把血管扩开了 那么还有说 你说吃了一把 我就有个病人 就在前两天 他刚来 他说 哎呀我这个特别凶猛 我老爸给了我一个消酸甘油 我就是没用 我又吃 我又吃 我吃了五片 连事的吃 后来我到医院来了 大夫说 我血压怎么这么低呀 实际上呢 消酸甘油 我告诉大家 您吃了一片之后呢 基本上三五分钟之内 就能缓解 假如不缓解的话 可以再吃一片 那么就到此为止了 不要继续再吃下去 也就两片是吗 对 一定要到我们的第三步 打120或者999 可是你看 他刚才吃完 那个消酸甘油之后 就舒服了呀 对呀 就那种特别难受的反应 就没了呀 那也有必要 马上打120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不要了 假如真的完全恢复到 你以前那种状态了 观察多少时间呢 观察到20分钟吧 如果不缓解的话 就打电话 这有个问题 像说 病人可以做 你不能走 那么说我背着你去啊 他也背不动 那么第二呢 我们就说呢 一定要打120 或者999来 让他抬着你下楼 有的时候 用我们的话讲 就是时间就是心机 心机组织 时间就是生命 我给大家讲的故事 非常幸运的一个故事 我的一个病人呢 他是在家里发生了 就你这种症状 很难受 然后他就打120999 后来他打120 又着急啊 就下楼了 家里的电器啊 还好 下楼之后 他在下面等着 他说 哎 有个旧车 他心狗在那儿 就上去了 然后到医院 直接心狗 然后很快呢 就给他做了造影 做了支架 就尽最快的时间处理了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120 是他的邻居打的 人家邻居是其他的病 想找这个120 所以他给抢了 但是那个病没有这么急 就是最好越快越好 一定不能等到第二天天亮 就能多快 咱们就多快 这个是抢救生命 每分每秒都非常的关键 是的 记住了吗 所以还是有必要 要打120 有必要的 就比如说 如果换一个角色 这会儿是太太 有这个关心病了 发作了 然后呢 先生是能够背得动太太的 那是不是可以 马上背起来就跑啊 我们也不建议背 因为有的时候 他这种各种体位 各种不适 其实从我们来讲 现在我们在说关心病 你不除外 其他的原因 引起来的各种不适 你们无从判断 怕把病情加重 现在的120 如果是夜里看足球的时候 一路畅通的 很快就到了 那就是掌握三点 大家也记清楚了 第一呢 就是别折腾 对 老老实实地在这坐着 对 消停一会儿 第二就是 硝酸甘药舌下寒服 一片 最多两片 最多两片 第三就是 尽快拨打120 或者是999 寻求专业人士 先万不要自己开车去 路上会有危险的 好 谢谢田教授 也谢谢两位 所以啊 真的是对于这些 有心脏病基础的朋友们来说 建议您家中应该 常被这个硝酸甘油 真的是发生危险的时候 很管事啊 救命药啊 但是大家也不要很害怕 如果知道有狭窄了 那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 可能做一个检查 做个治疗 结果就好了 嗯 那这治疗 现在手段好像挺多的是吧 对 好像是有放支架的 对 还有搭桥的 是的 都能缓解我们心脏病的问题 现在有很多方法 包括我们做个造影 血管狭窄 可以放支架 如果你非常严重的话 你可以灌卖搭桥 那这样的话呢 冠心病就把它这个 狭窄的血管 给它解决掉了 我们可能就减少吃药 或者减少将来发作的这种症状 请看大屏幕 对 大家看这个 这里 这个血管 你看 这前面是黑的 这个黑的呢 是我们打的造影剂 这几条黑色的都是血管 那么这里呢 很粗 这也很粗 中间一下子 像一条细线 细丝一样 这就是血管呢 出现了狭窄了 那我们再继续走 再看 堵了 对 血管堵了 但是它没有完全的壁上 如果完全窄到的话呢 这块就看不见了 后面 那么这是惯性病的 发生心脚痛的这种症状 我们看刚才 那么窄的血管 有一点点的这种激动紧张 就会 它完全毙掉的 那么再看下一张 我们看 在这个狭窄的地方 放了一个支架 那么血管就通畅了 这个呢 属于我们 像把这个管道呀 在下水 如果堵掉了之后呢 给它清理了之后 管道就会通畅 那么假如我们全身 还有很多惯性病的危险因素 也不是说放了支架 就万事大吉 你只要注意 其他的危险因素 那么减少 它将来进一步 发生危险的这种程度 那么至少这一块血管呢 它就不会致命了 我们看 非常明显的 这是一个狭窄的一个部分 放了支架之后呢 完全通畅 血流也很好 那么这样可能 它的心脚痛症状 就会消失了 也不会有胸闷的感觉 应该说得到 这样的技术帮助的 朋友们和家庭 还是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 最近让我们每天数不胜数 我们的病房里 我今天早晨走的时候 还碰一个老爷子 一个朋友介绍过来的 就是走路走几步路 觉得我能得 横得非常厉害 昨天在这里呢 我们给他放了一个支架 今天早晨见到我 他非常高级 哎呀我这个感觉都消失了 很舒服 那是立竿见影的 立竿见影的 立竿见影 而且头天坐 这第二天就能下地走吗 他当时 当时就可以下地走 我们现在都从胳膊上走 当时就可以下地 尤其是心梗的病人啊 那更明显 他疼着呢 你放了之后 你马上就不可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